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10月10号星期三 大家好 前天我们报道了崔永元的消息 崔永元发了一篇文章叫 崔永元不能退 崔永元在里边 他说他的危险来自四面八方 受到了人身危险 而且说他的公司 以及他公司的公司 都受到了各种的调查 他说上海经侦的警察 抽1000元一条的烟 喝2万一瓶的酒 几十万的现金的小包 一卷就走 本意就算是实时举报了 上海经侦的警察 经侦的警察和刑侦是不一样的 刑侦是查刑事犯罪的 经侦是查经济犯罪的 对吧 崔永元这么一说 上海公安肯定都坐不住了 对吧 上海公安这两天 先发了一个叫什么警情通报 他说 他说近日有新浪微博账号 崔永元举报上海公安民警 涉嫌违法伪计 上海公安机关高度重视 已成立调查小组 并多次联系博主崔永元先生 尚未得到回应 警方将继续联系崔永元先生 希望崔永元先生 能主动联系警方 支持配合警方的调查 说举报问题 一旦查证属实 将依法坚决处理 崔永元看到了这条警情通报 立刻就做了回应 崔永元说 上海警方 听说你们多次联系我卫国 你们是写信联系的 说你们把我的援助手 与我合作的公司 与我合作的公司 合作的公司都查了个底调 居然还联系不上我 他说建议你们去国家税务总局 试试 国税总局有两个警察 冒充税务员员 对我进行了粗暴的对待和审问 他说至于你们的内部问题 你们想查吗 我给你们 说你们不要查吗 告诉你们 上海常宁区经侦队的副队长 彭奋 他的儿子叫彭明达 实名是举报 我就觉得上海警方 你知道他干什么 崔永元现在已经是生死 知识度外 要给你们拼了的节奏 你们还去惹他 这现在行了 现在当成这样 怎么收场 我不知道上海警方怎么收场 咱们给大家说一下 彭奋和平明达是怎么回事 首先我要说一下 我们之前开玩笑 说我们有三千记者 我们实际上是没有三千记者的 这个玩笑从而来 我解释过多次 再解释一次 宽哥说他有三千县委书记 我们就跟他逗着玩 我们是拿宽哥找乐 我们说我们有三千记者 实际上我们是没有的 但是说实话 最近一段时间来 我们节目可能也比较受欢迎 观众度比较高 看人比较多之后 不断的有方方面面的人 在给我们的喂料 喂各种的料 天天的 你知道吗 我想起来以前 千江三人行的窦文涛 窦文涛说 他那时候不在 千江三人行 也是这媒体节目 就不断的有人给他喂料写信 然后窦文涛就开玩笑 说这信上都说什么 都是说胡锦涛总书记 温家宝总理 窦文涛先生说 把我这当上访办了 我们这最近也快成上访办了 不断的有人跟我们喂料 说有什么内部消息 实名举报 什么常委儿子 你来跟我举报常委儿子 我发现天 你真看得起我 是不是 有的人写的 他讲一些自己的苦衷 他是信任我们 有一些就是想要抱怨一下 有些觉得是新闻值得抱一下 什么样的人都有 好吧 我觉得是这样的 你如果想举报常委的儿子 我们也敢给你报 但是您真得把证据给我弄足够了 你发给我的一些证据 我看了你这证据 我不认为足够 所以我不敢报 你要是举报 你要给我一个切实的证据 让我真实可信的 然后免出我一切后顾之忧的 我才能行 你别张开嘴 就玩愣的 对吧 因为你们现在爆料的人 现在怎么说呢 说你们现在口碑有点差 现在爆料里面胡说八道的人特别多 让我们弄得我们都不敢信了 对不对 你看民进惹了一身的骚 是不是 就是对我们信任的那些观众 他如果说了 我们还表示感谢 如果是那些心怀叵测的人 他们不是蠢就是坏 不理他们就得了 对 好吧 所以我们说一下 然后关于小崔的崔永元 范冰冰他们这个事 其实前两天有人跟我们爆料 当时也是没有证据 没有证据 我们也没敢播 但是这两天 因为崔永元 直接把彭粪 彭明达扔出来了 而且方方面面的 因为崔永元这一扔完之后 方方面面都跟进了的话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消息 越来越真实可信 我们今天报一下 但是我还是这句话 这种消息在现在的时候 肯定这里边有不准确的地方 对吧 你要想听准确的 两个星期之后你再回来 我说就有准确的消息了 对不对 你现在听 就像当时我报答 跟范冰冰 对 我当时发过范冰冰 我们得到的消息 就是说范冰冰 没有刑事责任 不用坐牢 只是罚款 但是当时罚多少钱 我们得到的消息 是有误的 对不对 我们当时说罚几千万 最后罚了几个亿 差了一个零 是不是 但是不用坐牢 只罚款 就没事了 这个是正确的 对不对 现在我们报道里面 我不知道这里边有哪一些 多少后面有可能差一个零 这有可能 对吧 也有可能是 跟我报的那个人口误了 说错了 对吧 但是我敢保证 百分之八九十是真实的 我才报 如果我没有这个把握 我绝对不会报 好吧 那么今天咱们来说这事 首先 这个案件里面 有一个关键点 是谁 就是石建祥 石建祥这个人 非常重要 石建祥是谁 他是快乐投资集团 赌视局主席 叶问三的总制片人 大轰炸的总制片人 赶死对四的中方总制片人 他在影视行业 还是在影视行业 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一个人物 涉及的比较广 对里面内幕消息 知道的也比较多 崔永元之前报道的 关于范冰冰的阴阳合同 这份合同是 范冰冰跟谁签的呢 就是跟大轰炸的甲方 也就是快乐集团签下的合同 那么范冰冰的合同 是谁给的呢 其实就是石建祥给的 这就为什么警察 把崔永元抓去了 让崔永元说 你这个合同谁给你的 崔永元说合同 是从垃圾箱捡来的 垃圾桶里边捡来的 但是这份合同 就是石建祥给的崔永元 那么崔永元跟石建祥 他们就是说 认识年头比较多了 关系好像据说也比较好 而且崔永元还担任过 快乐集资公司的形象大使 它这个快乐集团下面 分好多 这里面分影 它是一个集团 集团里面是有很多公司 组成的一个集团 这里面有什么快乐集资 快乐影视等等的 反正我们统称它叫快乐 好不好 因为我们就不再分了 分的那么细 因为它几十个公司 跟说绕口令差不多了 对不对 好 咱们先看 这个快乐集团 和彭明达的合合影视 彭明达就是彭愤的儿子 彭愤是上海成宁的 经侦队的一个副队长 他的儿子就搞了 叫上海的合合 在他爸爸管辖的地方 搞了一家公司 对不对 那么后来抓彭明达 也是他爸爸要去抓 爸爸抓亲儿能抓 当然抓不了 儿子就跑了 对不对 拿着巨款就跑了 然后咱们说 他们一起先是在叶问三上 搞动作 怎么搞 他们把叶问三的票房 资产证件化 以票房的收益 从P2P 还有众筹平台 筹集资金 这就涉及到了P2P 那么彭明达 他的P2P 也是当初 P2P 就是说 我们说 有半年的时间 100多家P2P爆了 它就是其中之一 那么票房三 叶问三的票房 不是票房三 叶问三 叶问三的票房造假 是谁爆出来的 是冯小刚的 冯小 叶问三的票房造假 实际上是 爆出来 跟冯小刚 和房中心房传言 他们有关系 是他们爆出来的 他们用票房来 保底金融 由于票房造假 被爆出之后 整个的金融就都断裂了 他们当时设立了 多个融资的壳公司 超额担保 单个电影项目 重复筹集资金 将电影票房的收入 多次重复抵押 还是在筹集资金 就是在骗钱 圈了据说是几十亿 上百亿的资金 冯小刚他们当时 也是就是说招欠 你知道吗 他们就看人家造假 造的比较厉害 因为他们当时也有影片 跟人一起上 人家造假就显得 然后造假就什么 比如说你买了冯小刚的电影 你进去看 这个电影票上写的 不是冯小刚的电影 写的是叶问三 然后你进去看 你看的是冯小刚的电影 但是票房算在叶问三里面 钱让叶问三正走了 当然不光是冯小刚 还涉及到华谊 华谊兄弟 就是王中军 王友来他们的 所以这里边就有问题 他们就不干了 你们不能这么干 对不对 就把这个爆出来了 爆出来了之后 最终导致 叶问三的票房造假 就是曝光了 曝光之后 他们后面又投资了几亿 拍着大轰炸 最后就未能上瘾 然后不仅是如此 到了2018年的6月6号 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 发布一份50人外逃名单 那么第31号被通缉的 就是施建祥 那么施建祥 最后导致施建祥协巨款 潜逃美国了 那么彭范的彭明达 彭范的儿子彭明达 协巨款逃往新西兰 那么彭明达到了新西兰之后 他现在是新西兰奥克兰市 里边的新西兰中文电视台 NCTV的总裁台长 解款潜逃人员 而且最后是这样 虽然施建祥拿到了通缉令 彭明达到现在 上海公安连通缉都没给了发 因为是上海公安的亲儿子 对吧 自己家的儿子 所以就算了 连通缉都没给发 这就是为什么他到了新西兰 还能当新西兰中文电视台长 总裁台长就在此 官官相复 那么再次强调 彭明达的父亲彭奋 是上海常宁区经侦队副队长 崔永元曝光的 崔永元曝光的 不是网曝光的 那么问题就在这了 那么施建祥和彭明达跑了之后 就对冯小刚和华裔兄弟 恨之入骨 那么刚刚好 崔永元跟冯小刚就闹翻了 在这种时候 施建祥就找到机会了 就把崔永元当枪使了 来报复冯小刚和华裔兄弟 就给了崔永元大量的关于冯小刚和华裔兄弟的各种的黑材料 就是崔永元就开始曝光 那么崔永元自立承认 最早其实就是要对着冯小刚来的 对不对 但是冯小刚这手里边还是比较干净 不太好报 就是先把翻冰扔出来了 那么现在战火在燃烧 上边已经我们已经说过了 上边已经决定了 冯小刚王中军没问题了 大赦他们 保护他们 因为红二代 你要明白 施建祥和彭明达 你们要明白 你们再牛 你爸爸也就是一个什么一个区竞争队的一个副队长 虽然你在上海市 你只是在地方 人家毕竟是北京大院的子弟 人家上面通着天了 对不对 人家是中央 你是地方 你就是干不过人家 没有办法 你就认栽就得了 现在但是反正把崔永元扔钱不来了 我现在不知道崔永元怎么意思 我看崔永元很快 是不是也要跑美国来 崔永元先生如果来美国的话 本台愿意采访你 如果他愿意来的 不过与崔永元这么走可能够呛 我觉得崔永元可能在中国跟他们干到底了 那么现在这个事情基本上就都浮出水面了 然后最后就说 为什么说跟孟宏伟有关系 据说在五月份的时候 上面要求孟宏伟给施建祥发红通 从国际 因为施建祥不写巨款 跑美国了 是中央反复协调组 给他发一个通缉令 但是国际上没发通缉令 要求孟宏伟 孟宏伟不是国际情统组织的主席 要求孟宏伟给施建祥发红通 孟宏伟他怎么着 没发 从五月份到十月份 就是说五个月没有发 没有给施建祥发红通 不知道他跟施建祥是什么关系 但是就是没发 据说这个引起中央的极度的不满 就是说我们让你发 你就发 给了你之后你五个月不发 你看当年其他的那几块先生 那几块先生 那几块料 是不是 让他发 他不会马上就发了 对不对 甚至就是说今天让发 明天就发了 对不对 但是这个竟然拖了四五个月 没有发 就认为孟宏伟不听上面的 那么这里边 咱就不知道这里边涉及什么问题了 反正据说是 这个也是孟宏伟 这次被抓的原因之一 好吧 到此 我们就把我们比较 现在来讲 我们认为 我们比较认为可能可信性高的资料 都都发出来了 还有一些资料 我们认为有点活儿八道 我们就先不发了 过两天 我们看看再说 是不是 我们尽量的还是 我们虽然说 我们说不还丢成现前 是本台的副宗旨 但是大家其实如果长期 看我们节目的老观众 其实知道我们还是 其实我们是尽量负责着的 有的时候 但是也是实在是没办法 因为我还是那句话 等到最后 你再隔两个月 所有的事水落石出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但现在我们只能够 在所有的这些信息里面 我们找出来 最可惜的那些 汇报给大家 我们也尽力了 希望大家也理解我们 好吧 今天讲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